我希望,這個,這個,我講話我不太喜歡就是說,就是跟兩位很強,然後到最後沒有辦法實現 我這兩年所要做的計劃是要好好的去做,因為我知道這七年的工作下來 雖然說七場音樂會每個月一次,然後一共七年 呃,跟各位相處的模式,我大概已經慢慢有點抓到,就是說如果跟大家一起 你們在混的時候,我大概也知道,然後開始白難的時候,大家也知道,然後慢慢的開始要精進的時候,我都知道 那我想這是一個互相的一個東西,那我這兩個月考慮很久 我下一場的音樂會,我的主題會是在於有關於訓練大家的旋律 旋律,就是說如何去把一個小的歌詞,把它唱得很完美 主旋律的人該怎樣,然後伴奏的人該怎樣 呃,節奏啦,音準啦,還有如何唱 如何唱,這是我覺得大家比較欠缺的 可能大家一遇到大聲的時候,就哇,就碰出來 可是可能到了第三拍,第四拍以後,開始這集都做漸落都不知道 那可能小聲的時候,那種小聲是虛虛的,是很弱的 可是我要的小聲的可能是需要,需要再持續一點點 我需要在一個小品裡面,所以我昨天跟宜正學長花了一些時間 在神父的辦公室那邊,挑了幾首曲子 都是,我想都是朝這一方面進行的 就是訓練各位的,講的難題一點,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基本功,想訓練各位的基本功 Maybe,明年的音樂會,我不會再像這一次用的這麼大 搞得大家人羊馬翻的,怎麼要跟他結合什麼東西 不過你放心了,還是維持我一貫的原則 就是我想會下半場,應該會讓大家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原則上我的設計是這樣,上半場的曲目是比較經典的 比較經典,就是說管樂團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我的想要訓練的東西,下半場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效果是說,讓大家來參與這個 活動,不只是音樂上面,也有一些視覺上面 甚至有一些不同的能量動作 我很希望下半場是比較能夠有這樣的表演 然後今年的那個出席率 之前也有跟幾個我們樂團的行政幹部有討論到 就是今年出席率 所以這個是我為什麼等一下要跟那一些 就是說新同學,還有一些在校生 我特別可能需要一些事情來跟你們講一下 那今年出席率還是一樣,就是說跟以前一樣 如果說你要真的有事情要請假的 就是說從軍委這一邊嘛,他還是一副黑臉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位首席,真的 如果首席今天都有到的話,春午的話 我希望跟你們小小一個迷信一下 就是說知道我這個學期大概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對,然後你們都知道十月 我那個時間 我現在已經跟學校這邊校方講好 我們應該到音樂會都會 沒有問題的話都是用在這一邊的場地 沒有問題的 其實學校方面他們如果說這個大樓聽說要改建的話 因為在校生好像你們也是會找別的地方練習 校長有承諾我就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用這一邊 所以之前不管你聽到我們是要搬到月球去練啊 搬到那邊去OK,STOP OK,我說的算就是在這邊 我自己有跟校長去溝通過了 好,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 蛤? 我還不行 再一下 再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十月五號的練習那一次 在SB上面大家有看到嗎 換成九月二十八號 你怎麼知道這個消息 知道 知道嘛齁 這個是,不好意思 是我個人啦 我個人 我請了兩個小喇叭 他是從美國過來 一個Green State他們的戲上的教授 那他在台灣這一個禮拜 我幫他辦了在石英大學一個講座跟一個音樂會 對,那他們跟我講說 你管做我那個禮拜在台灣 沒什麼事 你高興把我宰了也可以 我說OK 那我帶你來台中 你會不會來看一下我們這一邊的人 台中大概只有這一個地方 所以我請當天可能就這兩個外國老師 那兩個都是 那個可以再PO給大家看 講的坦白眼就叫大咖 就是說都是一些大咖 那可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 譬如說你們小喇叭 有任何問題 或是同館合作的經驗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 我會把他們這邊丟一天 然後他們就在我的掌握之下 那maybe我也會跟台中市的這些音樂圈的人 萬一如果說真的有人要跟他上個個別課 因為他們都是 像一個是ITG就是什麼 國際消耗聯會之前的會長 一個是他們戲上的小耗跟打擊的總召 就是說他們的召集人這樣 所以他們對美國的管樂教育 還有對一些 譬如說基本的東西 我相信他們都非常的清楚的 那我想用這個機會讓大家能夠 如果說你9月28號那教師節目對不對 怎樣的話你如果來這邊 把當作一個學期也可以 看看人家怎麼去用一些樂隊的這個東西 好不好 所以9月28號我在這邊特別特別 特別希望大家都能夠出席 然後下午的時間我可能我現在還在想 還在跟他們聯絡就是說 是不是我今天 今天的工作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等下開完會以後 我跟以正這邊選了一些譜 然後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試試看以後我會跟大家規定作業 就是說好下禮拜我們 下一次我們練習是用哪一個 拜託齁 真的現在不要就是說一個 有空的話真的多拿起來稍微練一下 這樣會幫我們的練習的那個什麼順序 因為你看我們算一算13次 一年每個月隔一次 這是我最大的問題 隔一次一個月隔一次 練一次練一次 然後慢慢的大概今天是8月對不對 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過年 大家很開心 哎呦7月要到了趕快 都這樣 這個曲線大家都是有這種曲線 所以這一段我也知道了 我只希望就是說大家就是說 好像有空的話真的多一點的東西 那我跟協會還有跟樂團這一邊 我會盡量就是找一些這種事情 來讓大家有點 Cheer up或是excite一下這樣 不要讓大家覺得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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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聖誕節快樂 過年喔喔喔喔吃東西 喔喔喔 音樂會有點會來不及 我希望大家真的稍微矜持一下 好不好 齁 這是我要講的事情兩件事情 然後 曲子等一下會用 所以今天我們的工作大概就是開完會以後 我們把所有的曲子 我跟以正這邊會把他決定出來 好 OK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的音樂方面的部分 因為等一下開會需要相當長時間 如果大家有音樂上的問題 Please現在告訴我好不好 還有大家覺得就是7月13號怎樣怎樣怎樣 高興的也可以講 來 1 2 3 沒有 1 2 3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明年的規劃大概是這樣 那我很希望 我再講一個 剛才我不太喜歡開空頭支票嘛 今年是訓練 明年也是訓練別的東西 明年大概是Symphony上面的訓練 這一年 就是我們10週年 我在腦袋想一個大的事情 無外乎就是說帶大家去 OK 可是我知道這很多難關 很多很多的難關 所以我們需要一起努力 可是你如果說一直爛爛的這樣 這個音樂要滾的狀態 OK OK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 等開完會 我一定會讓大家好好的 享受音樂 OK